以前我就很怕光 所以睡觉一定是在黑窝子里边 关的黑黑的 最近我发现好像没那么怕光 因为有时候我拿着手机 看着手机就睡着了 有可能灯还开着 但这个我本身灯也不亮 也比较暗的 但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就要比以前还没那么怕光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我感觉好像在房间里浓缺氧 以前还没发生这个事 我说到这里的时刻 我发现那个地球在远离太阳 地球在远离太阳 地球在远离太阳的时候 光线就没那么强了 没那么强了 没那么 也就是说光线没那么强的情况之下 就比较暗了一点 光线比较暗了一点 同时 地球离太阳远离太阳远离以后 从太阳上获得能量少了 获得能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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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地球很显著地远离太阳 一气化一阵以后 我看一鼓气就回过来了 这几年地球很显著地远离太阳 我们已经很久没说这个话去了 很久没说这个话去了 但是 我们的地球已经很显著了远离太阳 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地球上 阳光啊 实际上比以前弱了 应该来说 只是 这个太阳加了清晴后 太阳变大了 太阳又发出更多的亮来 有综合了一下 如果没做这些动作的话 光机器的移那个地球的话 现在是什么一个结果呢 就是地球啊 离太阳远了 光线比原来暗了 或者能量比原来少了 如果单程 从一个因素来考虑的话 但是呢 从太阳上被加了清晴以后 太阳扩大了情况之下呢 把这个弥补回来了 是把这个情况弥补回来了 人感觉缺氧啊 是 这么一个情况 是告诉了这么一个情况 好 这个秀 这个信息啊 解开以后啊 户迹啊 和光线啊 又会不到以前了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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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